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老師大家好 今天這個呈現流程社,因為他也是年紀非常大 交通行動非常不方便 所以也來不及各邊委託 那我用我的時間稍微簡單 跟各位委員還有老師來講一下他的案例 他這樣的案例,我覺得在我們航空城範圍裡面 也是蠻常見的案例 特別是他其實就是在航空城的一個非常邊緣的 海山路的邊緣地帶 那他過去的陳情希望說 是不是就可以給他剔除,不要徵收 結果我們的後來通過的版本 他是合法龍舍的,就給他畫成 只要你是合法龍舍,我就給你畫成駐山 那我想各位委員就是特別是像這樣的案例 其實他就在計畫的邊緣 那是不是其實我們不需要徵收的話 徵收他的話,為什麼要他去後面跑這個 他就在這個地方 跑這個保留 原位子保留的程序呢 原位子保留程序各位也知道 剛才我們博人有講的 其實我們沒有很清楚的社會影響評估 我們每一戶的家庭的財力都其實不太知道 到時候他要申請原位子保留 他會面臨要補多少的錢 才可以原位子留在這邊 他有多少的損失 對他家裡的影響有多大 那我真的很希望像這樣的一個案例 其實真的是各位委員各位老師 你們真的來強力來要求我們的這個虛立機關 我們規劃單位 是不是手指一動他就剔除了 就少一個家庭的悲哀 少一個家庭他們走到最後可能 又不知道可不可以留下這個房子 所以真的拜託委員 因為整個航空城這麼大一個範圍 就是這樣的一個邊隨的地帶 是不是可以讓他來剔除 我想這是他最 他一路以來希望澄清的 那我想各位委員 我們已經真的來到以前航空城一直被政府 每過一個環皮過的就是說 這個航空城要啟動了 都市計畫審定了也說航空城要啟動了 可是真的是來到關鍵這邊 以前通過的案子可能都還沒有死人 都不會房子都還不會拆 可是各位的委員各位老師 你們來通過的話 真的就是會有人房子要拆了 那在現場在整個航空城裡面 有多少人其實還搞不清楚狀況 還不知道原來我房子保留 政府不是答應我原房子可以保留嗎 原來後面還要申請 原來還要看我有沒有多少違建 還要看我有沒有全補權利價值 還有補符合都市計畫的建築法規的容積率 他們知道嗎 所以這個航空城我們真的 特別是我們請各位委員考慮 有沒有需要在這個捷護眼 其實這個捷護眼 社會觀感真的很不好 為什麼 整個新冠肺炎整個航空業 將來會怎麼走 我們都不知道 第三跑道的需求 我們當然在正常狀況是有需要 沒有錯 不是沒有錯 也是應該好好的檢視 那更好新冠肺炎整個航空業 將來會怎麼走 航空公司都要破產了 會有兩三年 三四年四五年的蕭條 還有民眾的旅遊的習慣 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通過 在這個零 沒有什麼或 沒有什麼客運進來的這個狀況 你這樣通過嗎 還是用這段時間 我們好好再來檢視一下 沒有做對居民的這些逐戶的調查 不是逐戶列車喔 逐戶的調查 究竟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真的很肯請 然後該剔除的就給他剔除 像這個邊邊的 真的是 手指一動他就剔除了 可是我們的規劃單位 跟我們的虛擬機關還是咬著不放 所以真的肯請各位來幫忙 謝謝